艺术的重要性就像水和面包一样 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听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这番话 或许有些人会质疑 艺术又不能当饭吃 怎么会是生活的必需品呢 心中有这样疑惑的人 必然是没有听过程大历史系 萧琼瑞教授讲解艺术的人 艺术固然不能当饭吃 但生活中没有了艺术 这饭吃起来便索然无味 在萧教授的眼中 艺术不只表现于外在的作品 而人的生命本身 就是最伟大的艺术品 每个人都是透过自己的生活 来塑造属于自己的艺术生命 因此 艺术之美即是生命之美 然而 艺术表现有其多样性 与深层内涵 像一窥艺术之唐傲 若非行家引领 恐怕会不得其门而入 看似枯燥无味的艺术 由艺平家 艺术史家 萧教授讲解起来 是如此的生动有趣 意味深远 当历史沉级久远的艺术家 和他们的作品 重新摊在我们的眼前 竟是如此的鲜活而令人感动 透过艺术 我们会活得更美更不一样 一切就听萧教授娓娓道来 今天来不是看一个人很会画画 会画画的人在你家隔壁 在那边画扛棒 他画林青霞 绝对你不会以为是张曼玉 是不是 那看起来很会画画 没有变成伟大艺术家 这个一辈子没有在画画 因为他不用画的 你知道他很多东西不是用画出来的 你知道吗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伟大的艺术家 好 要看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我们要从中国的民国初年讲解 在中国的民国初年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水墨革勋的运动 什么叫做革新的运动呢 就好像政治上 清朝的政权 清朝的政治体制 已经不能够迎合现代人的需求 所以呢 当时就要辛亥革命 你们知道辛亥革命也不是一下子开始的 辛亥革命大家本来是想要改革 改革不成才革命的 但是呢 艺术上也是这样子 在民国初年的清朝末年 很多的艺术家是画这种图画 这种图画到今天都还看得到 我们现在到外面看很多人画水墨画 他一天到晚去老师那边学 学了半天就是画这个东西 画的这个山高水长的 但是在这些人啊 刚好都姓王 王元祺啦 什么王妃啦 什么王啊 他们一都是姓王 所以他们就被称之为王化 当时有所谓的世王 那么这个王化有两层意义 一个是他们都姓王 第二个是他们都为宫廷服务 为王 为那个皇帝来服务 所以这个当时包括康有为这些人 康有为大家知道都是一种革新派 他们不是革命派哦 他们是保皇党的革新派 他们就提出了所谓 革王化的命 不要再画这个啦 因为这个东西只是不断的抄袭 大家都去画 画都收乡 一百天都差不多这种感觉 当然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有另外的看法 觉得他有他的另外的价值 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 但是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 不能够再抄袭 他们认为就是抄袭 抄袭就是你抄前面的 前面再抄前面的 那么一个抄一个 他们就认为要强调写生 所以有一种说法 就是用西方的写生写实 来隔中国的这种写意跟抄袭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艺术家 这个当中有一个叫高建復 这个人啊 他们是岭南的人 广东人 岭是哪一个岭啊 秦岭嘛 是不是啊 秦岭 那么秦岭以南的叫做岭南 他们后来叫岭南画派 那么这个啊 高建復 这种图画跟刚才有什么不同 来 各位请 这个我没有办法打各位分数 如果在成大的时候 只要举手一次 发言一次就加两分 加两分 有点中心合并 西在哪里 你的感觉是对的 我们艺术就是第一个要直观 怎么讲嘴 讲嘴没关系 第二个才分析 分析说西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西的感觉 西在哪里 第一个是彩色 朦胧的感觉非常好 看艺术就是要相信你的眼睛 不要一直相信你的耳朵 你们今天不要只是戴耳朵 要来听我讲 是戴眼睛来看 我每次带同学去美术馆 他们就一副准备听我讲 刚好我到美术馆是不讲的 他们就觉得自己无所适从 我就说你去百货公司买衣服 有一直在听人家讲吗 没有啊 自己拖得很高兴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你去选一件衣服 跟你去找一张画来对谈 道理完全一样 你要开始有你自己的眼睛 这张有中西合璧 西在哪里 有那种色彩的感觉 之外有光线的感觉 你讲色彩好像以前人家都没有色彩吗 我不是质疑你 是在跟你进一步分析说 你的色彩 他刚才那张也有青青 亮亮亮的 红红啊 他的色彩跟他的色彩有什么 颜色不一样 这张较红 那张较红嘛 那个叫做色相的不同 但是他不只色相不同 色彩扮演的角色不同 非常好 你想 光线 你看 这个我做老师的就是这样啊 两句话可以说了都不爱说 去让学生说 但是他讲出来完全正确 第一个 朦胧的感觉 第二个 色彩的概念 但是朦胧跟色彩都指向一个东西 光线 我告诉各位 人间能够看到任何东西是因为有光线 所以西方整个艺术史只在追一个东西 就叫光线 一直追到有一天 发现光线里面红的不是红的 绿的不是绿的 那个叫做什么派 印象派嘛 叫做光线的分析化派 叫色光分割化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把光线开始带进来 光就有什么 有光就有什么 有影啊 所以有光影 在以前我们看国画有看过影子的吗 没有 现在他虽然没有影 但是有什么 明暗面嘛 有没有看到 哎呀 这是一个什么时候 这一张是什么时候 在画什么时候 早晨哈 你们想一想 早晨 早晨椒子不会拍得很高 你们可能早晨的时候没去起来 待会的时候椒子都叫到 桌子上桌子叫 我站在这里而已 到了晚上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不是去拍戏的 这是什么 一只一只婚鸭啦 婚鸭你听得懂吗 被打婚的鸭子吗 还是什么 黄昏的鸭子 乌鸭 是不是 在那边飞 我刚才才在讲一首诗 孤藤老树婚鸭 这边看不到孤藤 但是显然有一座什么 我告诉各位 围楼啊 这一个叫万人围楼 这边写乾坤在照 乾坤在照余佑任提的字啊 不管是余佑任 不管是高建妇 都是国民党的革命大佬啊 为什么要写乾坤在照 为什么要写万人围楼 谁知道来 这讲到主题了 这个是一个题材 是黄昏的一种高楼 题目是这个 主题是什么 主题就是在暗含的一个 心里面的想法 来 什么人在 反共大陆 反共大陆 啊来 画为机为转机 哇 这都很厉害 但是我们如果厉害 都有机会看到 不可以摆的 都在那准备听别人讲的 你没有机会 这个叫做欣赏的主题 所以我是开始说 你们都要认真打破了 因为鼓掌就是欣赏主题的建立 当然刚才一个讲反共大陆 是因为这一张画 我没有写出他画在哪一年 但是这是画在民国初年 那时候大陆还没有流失 啊 所以还没有来到台湾 那你画为机为转机也不错 但是你讲的是经济危机 还是什么 政治危机 非常好 有一点接近 不过都有一点意思 为什么 以一个万人的围楼 就是形容那个清朝的政府 你整个日薄西山共共要堵了 堵了不是尊散 堵了之后就重新再造 所以他们在画这个东西 多少带着一种时事的一个抑郁 有一种象征的抑郁 那么这个是当时一个派别 他们影响非常大影响他弟弟 他弟弟叫做高齐峰 跟刚才非常类似对不对 又有你刚才讲的朦胧 你讲朦胧这两个字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受到日本的一个派别的影响 那个派别的名称就是朦胧派 所以你们有时候不要不相信你的眼睛 你看到的就是事实 那个事实的确就是那样子 他们从日本的朦胧派 那么这种朦胧派就是所谓的开始把西方的光线加进来 你看这种之间 画这种鸡 还是感觉有光线的味道 那么这一种把中国的绘画 基本上的笔法什么都保持着 但是画面不再那么留白 以前两条鸡肉就两条鸡肉 后边一直都留白 那现在加上这种光线 这个领兰画派 领兰画派后来到香港 再传到台湾 什么欧豪年 大家有没有听过 欧豪年 欧老师 这个都叫领兰画派 那么黄蕊森 有没有这些 有没有学画画的就会知道 好 这是一个派别 这个派别之外 另外有一个最大的派别 就是这个派别了 这个叫徐悲鸿 徐悲鸿他当时 就受到康有为他们这些人的影响 就到欧洲去学习 那么开始用写实 来改革中国的写意 请问这一张画 到底是中画还是西画 中国画 好 国画 国画跟传统有什么两样 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这一题就是要考试的题目 那只猫外国猫有点厉害 一张长毛猫在看 康永你不知道 宋代也有很多这种猫 好 那表情看起来 他那面看比较多面 好 这只猫这种画法看起来 其实西北红大家都说 他很厉害的味道 其实看起来差不多啦 这脚尾都差不多了而已 那么 好 这只猫有外国猫的味道 再来呢 写实喔 写实跟写意 这样到底是写实还是写意 有写实 没有写意吗 什么写意 哪边是写意 抓那个 他是在抓什么 松鼠 猫如果会抓松鼠 我就随便你啦 哈哈哈哈 那就是写猫啦 陷猫处跟碰处都不不清楚喔 扣给你这真是外国猫 台湾猫跟台湾狗都 台湾狗都还会过马路的 是不是啊 会看红绿灯的 好 我们看看这张图画其实有趣 他用看起来写实的手法 但是整个后面还是一种留白 你就知道还是有一点写意嘛 但是呢 他跟传统的写实 或是写意当中的不同喔 是一个镜头视觉的问题 我很简单跟你说 以前如果要画一只猫 想要抓的 第一个不会抓松鼠 他会抓 你说老鼠吗 那也不对 一般猫都在看什么 蝴蝶啦 看鸟啦 而且猫一定要站在什么 树底下 而且要站得非常优雅 然后头往上看 上面就有一只蝴蝶 我告诉各位 那个叫做中国式的构图 中国式的构图就是 有一只猫 另外有一只蝴蝶 这个当中是拉开的 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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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张都合起来 这个叫移动试点 这张没有移动 这张犹如在这个画的前面 摆了一个三角架 一个镜头 就在那边拍过去 所以这个是没有移动试点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光看一张画 没有注意到他观看角度的改变 这其实在改变啦 那么当然他很简单讲 徐备鸿的一生 就是一直要想用中国的水墨 来画出西方式的写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张 他在画的是一公一山 是吧 一公一山就是说有一个阿公 说他要把山移开 是不是啊 那刚好出到虎间孙 大家都听他的 全家人全部去挖山 是不是啊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这个在现代是要被抓的 破坏那个山林 他们其实挖那些去当那个 水泥的那个原料 开玩笑 这个好像我们在挖土石流一样 不过我开玩笑的 这个当然是渔工 不过这个中国古代故事 有时候都想都没了 全家人都在挖山 到底是什么人在挖山 中国式不讲那个 就好像我们的二十四校 大家都有点小的 不过这个我们小的狗 妈妈冬天要吃鲤鱼 她竟然没有去冰箱找 也没有去菜市场 她脱光衣服去河边 躺在那边 好 胸膜就很烧的 烧是烧 我们下去 整个真的冰 让我们融一个洞而已 人家又鱼子跳起 那都是天公鸟 你知道吗 中国式的那些故事 有时候都是一种象征 其实都不写实的 是不是 如果真的我们都做不到的 渔工渔山当然也是 不过她为什么要刷这种 渔工渔山的故事 因为她想要建构一个 中国的历史化 她去国外后 里面有去过卢沃夫公 有没有看到 那个什么 拿破仑家官大典 哇一看那气势那么大 她就想要创造一个 中国的历史化 所以包括徐北红 有这些人看起来都怪怪 不过徐北红的地位 在中国大陆是高得一塌糊涂 现在逐渐在降低 因为什么 因为有另外一个人 可能越来大家觉得他越重要 这些徐北红都是画神话故事 这张导师画的还不错 虽然那个人长得不怎么样 那么因为他头身的比例比较写实 写实就是五六比一跟五比一 如果我们来画模特儿是要九比一 你们知道吗 八比一到九比一 所以这个头看起来有更大 那么不过无所谓 总是中国在民国初年还可以画裸体画 平常人不可以裸体 但是他应该裸体 为什么 他是女神 是不是 他是一个三妖三鬼 所以这个中国也开始画裸女画 在之前中国是没有画过裸女画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改革 在题材 在技法上改革 但是后来有一个比他重要的人 为个欧欧骂 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林凤明 这名字漂亮到树林当中 有风吹过而睡着 林凤明 但是你如果知道他的本名 这刚刚要怂到几点 叫做林凤明 凤明是什么 他其实原来名字叫林凤明 那么我们看林凤明 这个人因为画这个画 你知道他遭受什么苦难 你知道吗 因为他画了画黑黑麻麻 所以被抓去劳改 劳改12年 这可怕 被抓去劳改 只不过因为画的图黑黑 你说画水墨本来就黑的 不然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中国大陆觉得 画祖国的河山 要很艳丽 叫祖国的江山河崎多礁 那是毛泽东的诗 所以他们画这个就被抓去关了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个人了不起啊 这个人影响后来越大 你要找到说 徐北红啊 他当这个中央美院的校长 当北平艺专的校长 但是他的学生 你能够叫出名字的 只有蒋赵和这些人 还叫不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人的学生喔 他是被蔡元培所 所这个委托 创立了杭州艺专 你知道吗 杭州艺专 你现在去西湖还在的 叫中国美术学院 那么这个他的学生 我念给你听 赵无极有没有听过 朱德勤有没有听过 西德静有没有听过 那么这个 之外像有个叫赵春祥啊 这些都是他的学生耶 所以这个人啊 思想很特别 他画这种画到底在画什么呢 一样回到刚才我们朋友讲的 他有了色彩 把色彩抓进去 但是色彩是色彩吗 不是 色彩是什么 光线 所以光线照射过来 底下这是什么 水的倒影咧 所以这图越看越漂亮咧 所以有一些图画看起来 好像形状很漂亮 但是不如来欣赏这个 你会欣赏这个层次 欣赏这种 你说黑色 其实这些都有些咖啡色咧 你有没有发现 他画画都跟一个东西挑战 这是什么东西 你说画布 当然也是画布 你说荧幕 当然不是荧幕 这个是什么 正方形 他永远在挑战正方形 正方形是最不好构图的 他一辈子画画一直用正方形 尤其他的后期 你看 这有点漂亮咧 你说他这个到底是国画还是西画 已经讲不清楚了咧 一只荧 我们去竹西那边也看到也有那种 虽然 我们看到是白鹿丝啦 这看起来有点类似 北方的荧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做用笔 这种是线的苗 对不对 这笔触 这毛笔都这样 啪啪啪啪 有没有 这叫用笔之外 有色彩 有没有暈染的色彩之外 再没干的时 又把它画起 所以有暈染的感觉 有没有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所有的构图 来自于 汉 画像砖的坟墓里面的构图 当时的汉画像砖 第一次被发掘出来 很多的 他把这些构图拿来 变成现代感的 有没有感觉 欸 这有点漂亮 你要想想想想想想这种 就说 不是说 自己吃的 画得很像 不是这样 你看那种线条 包括嘴巴 每一个都是线条 你会感觉到 好像一只笔在那边运动 有没有 中国的绘画 就是留着人的痕迹 西方画画的 这不知道怎样的 因为它没有痕迹了 中国的绘画 永远有 线条的痕迹 线条的痕迹 就是生命的痕迹 所以你不要小看线条 全世界能够用线条来画画的 这是中国这个民族